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如果座標平面上有3點 A點座標是-57 B點座標是19 C點座標是38 則AB項量與BC項量的夾角為和 那麼首先呢我們把AB項量算出來 AB項量這是用B點座標減掉A點座標 所以呢這是1去減掉-5是1加5 所以呢是6 然後9去減7 所以呢是2 那麼AB項量長度我們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這是等於根號 6的平方這是36 加上2的平方這個是4 所以呢這是等於根號40 也就是2根號10 接著我們來計算這BC項量 那麼這時候呢我們是用C點座標去減掉B點座標 所以呢這是3去減1 所以呢是2 然後8去減9 所以是-1 那麼我們也把BC項量的長度 9出來 9出來 那麼這是等於根號 這個2取平方是4 然後加上 這是-1 取平方是1 所以呢這是等於根號5 好 那麼我們再計算 AB項量與BC項量的內積 好 那麼這兩項內積呢是X分量相乘 加上Y分量相乘 所以呢是6乘以2 這是2 加上2乘以-1 這是-2 所以呢這是等於10 所以呢我們假設啊這A項量與B項量的角角為θ 那麼cosθ就等於 這是AB項量與BC項量的內積 然後去除以 這是AB項量的長度 然後這是乘以 這是BC項量的長度 好 所以呢我們把 算出來的答案呢 帶進來 這時候分子呢是10 那麼分母呢是2 更號10 去乘以 更號5 好 那麼10去除以2啊 這是5 那麼這裡呢是5 去除以 更號10乘以更號5 是更號50 更號50呢 就是5 更號2 所以呢這裡我們約掉 得到呢cosθ是等於 更號2 分之1 好 那麼θ呢是介於0度 和180度之間 所以呢cosθ等於更號2分之1 那麼θ呢就等於45度 這一個答案 這一個答案